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周報 今天牧師會分享 見證 經歷神的大能 那因為最主要就是我們 在L1結束之後 牧師要鼓勵大家 要不斷的分享見證 那 我們當中你曾經經歷過神的大能 在你生命當中你經歷過超自然 你今天做到神的醫治 請揮一下你的手好不好 我們歡呼一下 Amen 好 那有沒有人你想要再經歷一次的 揮揮你的手 那好不好 那我們要如何再經歷一次呢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見證 你知道當我們講到見證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會害怕 因為我們覺得見證是你的講話 你會不會講話 那第二個見證 我們想到見證 我們就想到說 我沒有見證 好像我不好意思分享我見證 不如弟兄姊妹 見證是一個屬靈上面很重要的一個題目 見證 當你分享見證的時候 你生命又再一次經歷神的工作 好不好 我們看到十五行傳一章八節 我們起來讀 預備 請 阿妹 跟你們說你要做耶穌的見證 好 所以聖經形容我們也是見證人 什麼是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耶穌的見證人 好 所以當聖靈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們必得著什麼 能力 我們要在哪邊 然後在哪邊 然後在哪邊 做誰的見證 做耶穌的見證 阿妹 所以當你領受聖靈能力的時候 你生命會一直不斷不斷的擴張出去 你可以在你的家庭裡面 在你的職場裡面 在你的社區裡面 來做耶穌的見證 好 詩篇145篇7節 我們起來讀 預備 請 好 那個傳出來就是說出來 當你經歷了神的恩典 當你在L1 生命更新 你經歷神的恩典 神的愛在你裡面 你要如何保持那個火熱 你要如何經歷更多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說出來 好 我們大家說說出來 你要說出來 在你的小組說出來 對你的家人說出來 對你職場的朋友說出來 好 因為神的愛在你裡面 你不得不說 各位弟兄姊妹 生命是有反應的 Amen 真的 我覺得 你如果今天你去吃一碗牛肉麵 好 你去吃一碗牛肉麵 很久以前我們弟兄姊妹在討論 哪邊牛肉麵最好吃 然後就有人說 哪邊哪邊 天母的一瓶三星牛肉麵最好吃 那我想說哪有那麼了不起 但是牧師還是跑去吃了 我吃完麵之後就覺得說 哇 這個牛肉 這個番茄 然後它其實有偷偷放一點肉燥 然後混合在一起 然後那個麵條是刀削麵 天啊 這根本就是 好像拍周星馳的片一樣 哇 這個怎樣在我裡面洶湧 然後好好吃喔 真的 我真的 後來我吃完畢之後 到處跟人家傳一瓶三星牛肉麵 這個真的很好吃 各位弟兄姊妹 一碗牛肉麵你都能夠見證 你都能夠訴說 你都能夠傳扬 更何況是耶穌基督 Amen 問一下你旁邊 你這禮拜分享見證了沒有 你這禮拜分享見證了沒有 弟兄姊妹 吃一碗牛肉麵 你都敢講它多好吃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去訴說 神的榮耀 訴說耶穌他有多麼棒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要見證 因為見證要幫助我們 再次經歷神的大能 那為什麼見證那麼重要呢 好不好我們看到第一大點 因為見證帶出福音的大能 好不好 羅馬說我們起來讀 預備 請 所以保羅寫信給羅馬的弟兄姊妹 我不以福音為始 因為這福音本是 保羅說他的見證 他不以見證福音為始 因為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他們要相信他們要先聽見 才能夠相信 Amen 所以當保羅他說 他分享福音 那個福音的本身就是神的大能 見證帶出神的大能 Amen 見證帶出福音的大能 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傳過福音 問一下旁邊的你有傳過福音嗎 弟兄姊妹 因為當你傳福音的時候 我不是要控告大家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 當你傳福音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你對福音越來越火熱 Amen嗎 當你分享福音的時候 誰先聽見福音 你自己聽見福音 你再一次重組這個福音 你再一次重組這個信息 你再一次針對這個需要 你再講一遍 然後你的那個愛 那個渴望被神勾出來 你又再講 見證帶出福音的大能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見證 保持讓你在水面上行走 見證讓你保持那個信心的溫度 始終是燃燒的 因為每一次你見證的時候 每一次你傳講福音的時候 弟兄姊妹 在L1我講過 每一次你傳講福音的時候 你都相信神是創造主 Amen 我們生命是被他創造的 每一次你傳講見證的時候 你都相信人是有罪的 Amen 人是有罪 我們無法自拔 人是失敗的 我們需要拯救 Amen 所以每一次你傳講的時候 真的每一次我講福音的時候 我就想到 當時我們家庭的經濟多麼擷屈 多麼有困難 我內心裡面多麼的敗壞 如何的醜陋 到每一次再講 你知道牧師 我相信在這邊應該很少 講見證比我還多次 我從17歲一直講一直講 甚至我很久以前被邀請到一個大學分享 然後是一個他們正式的課程 然後那個大學的教授 他直接邀請我 然後他是那個學校系主任 那他就直接邀請我 在他兩節課裡面 他說他的兩堂課 他的正式學分的兩堂課 要讓我講兩堂課 我說要講什麼 他就說 你就分享你見證 那我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覺得怪怪 然後在大學課裡面 講我的見證好像怪怪的 那 反正我們就約好了 某年某月某一天我要去講 就有一次我在吃鴨肉飯 我在吃鴨肉飯 吃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教授打給我說 正宏你在哪邊 我說什麼意思我在哪邊 你不是今天要過來分享 我說是今天嗎 不是下個禮拜把我嚇壞了 那個鴨肉還吃到一半 然後我真的 挫到你懂不懂 整個腎上腺素被打了一下 然後就趕快去開車 然後剛好有個弟兄在跟我吃鴨肉飯 那我就說趕快我們就去開車 然後開車他就幫我打電腦 然後沿路上我就開始跟他分享說 我待會的課程要分享 因為我忘記那個時間 但我心裡面有想好 我大概要分享什麼 所以兩堂課的時間 我就想好第一堂課我要講基督教信仰 就跟一些科學一些這些東西 為什麼基督教信仰是怎樣 跟人有關 跟怎樣幫助社會然後怎樣 我想說第二堂課我才要分享見證 就整個開車沿路過去大概30分鐘 然後我就一邊開車然後一邊講 然後弟兄就一直做筆記 然後把打成PPT 然後我們就到那個學校課堂去分享的時候 然後第一堂課我就 我就把我在吃鴨肉的故事告訴他們 那當然大學生很有趣 他們就通通都在笑這樣 都沒有想要來上課 那我就開始就分享說 一些基督教信仰怎樣 然後怎麼樣 然後怎麼樣 然後到第二堂課的時候 那老師就說 鄭宏 第一堂課下課的時候 鄭宏 你第二堂課你直接講見證 我說這樣好奇怪喔 我自己還會很怕 這樣好奇怪喔 在我的課堂講見證 我請你來就是來講見證的 他就說好就是來講見證 好啊那就講見證吧 那我第二堂課就換一個人 你懂不懂 第一堂課來假裝自己來講一些 正常的道理 第二堂課我就換一個 我講到我高中留級 講到我父親欠债 講到我看到大夥 講到我怎樣留級 我心很醜陋 我怎樣變成壞學生 然後怎樣接觸耶穌信主 然後生命都要改變 反正我硬著頭皮上 不管人的臉 不看我這樣 像牧師我也看不到你們的臉 我現在就看不到 我就是養成一種 步道的習慣 就不管觀眾 你懂不懂 我曾經在一個大學演講 人一直走 因為前面是TBC 跳街舞 跳完畢之後 人一直走 心一直在糖學 但是我還是把所有講完了 好 當我最後講完的時候 我當然心裡面覺得很火熱 我講完了 我也沒有特別的感覺 我講得怎麼樣 然後那個教授 就把我帶到另外一個房間 他說這種你知道嗎 當你第一堂課在講的時候 一個學生是趴著睡覺的 然後你第一堂課講完畢的時候 他醒過來了 他就是他醒過來 我開始在聽 因為好像我在講什麼 然後在第二堂課的時候 他開始做筆記 我講見證的時候 他竟然做筆記了 然後我講完畢的時候 他竟然哭了 他竟然哭了 然後那個教授謝謝我 我們給神一個大大的掌聲 你知道當你傳講見證的時候 你心裡面火熱 讓你知道你相信的是誰 讓你知道你自己的那種無力感 讓你知道你需要耶穌 你需要拯救 你需要聖靈的大人 阿妹大大拍手給耶穌 阿妹 所以弟兄姊妹 當你傳講見證 又讓你再次勁茂在神的大人裡面 而第二個 見證使神得到榮耀 好 耶和華我們起來唸好不好 預備 請 阿妹 阿妹 耶和華你一切所造的都要 我們有筆的話把撐線你圈起來 請問撐線有沒有聲音 好 你的聖明也要怎樣 稱誦你 稱誦有沒有聲音 把它圈起來 傳說你的國榮耀 傳說有沒有聲音 把它圈起來 談論你的大能 談論有沒有聲音 圈起來 所以你看到沒有 他說稱謝 稱誦 傳說 而且要談論你的大能 是有發出聲音的 好不好 跟你們說發出聲音來 你要說出來 你要說出來 在你的辦公室擺一個十字架是不夠的 好 在你的房間弄個禱告圖畫還是不夠的 你必須去談論 你必須去傳說 你必須去見證 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好叫世人怎麼樣 好叫世人怎麼樣 好叫世人怎麼樣 知道你大能的作為 所以弟兄姐妹當你見證的時候 使神得著榮耀 所以當你分享神在你生命當中所做的 你就像世人彰顯神榮耀 你知道榮耀是什麼 就是神屬性所散發出來一切的光輝 那叫做榮耀 所以當你見證的時候 你好像把神的榮耀就帶到那個地方 把神的榮耀就帶到那個地方 我們想像現在你的家庭 現在你的工作 現在這個世界是空虛混沌的 我們同工把所有燈都關掉 好不好 把所有的燈都關掉 你想像你現在正在一個 好沒有辦法全部關 因為這個藍色的燈 好沒關係 你想像你現在 就是在一個空虛混沌 冤面黑暗的環境裡面 你知道 你知道 現在 現在我跑過去打你一下 你都不知道是我打的 你知道 來 弟兄姐妹 現在我真的看不到你的臉 好 以後我們 以後講到燈光就這樣 好不好 真的看不到 這樣比較好講一點 好 你知道 現在 這個狀況 就是這個世界的狀況 你知道嗎 當你在那裡抱怨說 牧師你知道我們工作環境有多糟 我們老闆有多惡劣 我們的同事有多奇怪 他們在黑暗裡面 他們沒有啟示 他們沒有神的榮耀 當你在那裡抱怨說 我的家人好奇怪 他們怎麼會這樣 他們一直在拜拜 他們一直怎麼樣 他們都沒有信心 他們都貧窮的靈 他們都孤兒的靈 牧師我們全家都孤兒的靈 弟兄姐妹 他們現在就在一個沒有光輝 沒有神榮耀的環境裡面 但是當有人分享見證的時候 我們按一個燈就好 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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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有人在這裡分享 可能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你的家 當你在這裡分享見證的時候 這個家就是亮的 Amen 好 我們再關掉 再關掉 這個都關的沒關係 這個都關的沒關係 再開另外一個燈 好 後面 當你進到你的職場裡面 你開始在分享見證的時候 你的職場就是會有榮耀的 他們會看見神的榮耀 他們聽見神的作為 你知道 一直到現在 我們開始做一些社區的工作 來 大家仔細聽 我們在做社區的工作 我們在做兒童的工作 我們在做夫妻家庭的工作 我們進到社區 進到那些完全未信主的環境裡面 你知道他們說什麼 那些來參加的新朋友他們說什麼 原來有一位神愛我 永恆的愛來愛我 他像我的父親一樣 我雖然我從來沒有感受過我父親愛我 原來這樣子是教育 原來要這樣子帶小孩 原來夫妻是這樣的 你知道 當那些社區師 他們講出這樣的話的時候 我心裡面有多扎心 我心裡面有多扎心 是牧師報那個地方 宣講神的榮耀 你知道有一個很有名的宣耀師 叫做戴德森 我們很多人都聽過他 你知道戴德森有一次在中國 中國的一個偏鄉來傳福音 他說到那偏鄉 那種都是講話都有很多的 腔調的一個地方 來分享福音的時候 告訴他們說 神愛他們 神創造他們 然後人的需要 耶穌為他們死 然後拯救他們 給他們新的生命 又永恆的生命 你知道 那一個中國人信主了 大家仔細聽 那一個信主的中國人 反觀問戴德森 怎麼福音那麼好 我的爸爸一生就在找一個這樣的福音 但是他還沒有等到福音 他就死了 我問你 你們聽到福音幾年了 戴德森從英國來 他們聽到福音幾千年了 一千多年了 然後那個問他說 你為什麼現在才來 你為什麼現在才來 弟兄姊妹 你懂牧師的意思嗎 這邊還是黑暗的 牧師師們趕快趕到那邊 好那邊關起來 再開另外一個地方 還沒有哪個地方 又跑到這邊 青年這邊 青年有需要 青年這邊 趕快神的榮耀趕快照下來 好再關掉 再到另外一邊 這邊是夫妻的 我們趕快夫妻趕快來 神的榮耀降下來 再關掉 弟兄姊妹 你能夠想像嗎 當我們教會全部的人 你都在L1營會 你經歷神 你把你的見證寫下來 我們全部的人 走進到我們全部的家庭 我們全部的職場 我們全部的社區 來分享見證 很簡單 牧師不是要你分享你沒有的 我要你分享你有的 Amen 當我們所有人 都來訴說神的榮耀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把所有燈都打開 就會是這樣 就會看到 他們會看見神的榮耀 我們給神一個大大的掌聲好不好 Hallelujah Amen 要拍手就大大的掌聲 Hallelujah 弟兄姊妹 Amen 好不好 給你分享說 你可以來彰顯神的榮耀 所以第三個很重要 見證本身就是我們的產業 他說我以你的法度 就是見證 為永遠的產業 因為這是我心中所喜愛的 好不好 給你分享說 見證就是你的產業 所以你生命中的那些見證 那些經歷 那些跟神的相處 就是你生命中的產業 這個產業是可以累積的 這個產業是真真實實的 所以你把L1的見證記錄下來 你把你信主的見證記錄下來 你把你週年慶的見證記錄下來 你放在你的筆記本 你放在你的電腦裡面 有的時候 你灰心你軟弱的時候 你再看一下你的產業 你的心會如火挑望起來 每一次你會相信說 神能夠做一遍 神就能夠做兩遍 神就能做三遍 神能夠做很多很多遍 Amen 因為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每一次你記錄下來 你思想 你不斷去想的時候 你就能夠往前 Hallelujah 而第四個很重要 見證可以來剛強自己 好 詩篇92篇4到5節 我們請來讀 預備 請 所以當詩人寫下詩篇的時候 他想到神的作為 他想到神的工作 他高興 他歡呼 所以我們越回應神的見證 我們就越能夠經歷認識神 我們越寫下見證 我們就越認識神 我們越說出見證 我們就越認識神的本質 很多的時候 然後為什麼基督徒我們很容易軟弱 我們很需要別人給我們 給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從自己裡面來做見證 當你不斷做見證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的神是誰 當你不斷做見證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是誰 甚至你當你不斷做見證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跟世界不一樣 Amen 我們最近在靈修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很多問題 就是要跟世界一樣 他們要跟世界一樣彼此心送 他們跟世界一樣淫亂 他們跟世界一樣吃偶像食物 他們跟世界一樣做一樣的事情 不 弟兄姊妹 當你做見證的時候 你就發現我們不一樣 Hallelujah 當你做見證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的動力 你的來源 你的方向 你去經歷神的那個工作不一樣 Hallelujah 所以你越做見證 你就越能夠剛強 你的心裡面的人 就被建立起來 所以做見證並不是你很了不起 就是因為你不行 你不能 所以你要做見證 Hallelujah 抓住你那個五餅二魚的見證 當大衛要去打哥利亞的時候 他說了一個見證 當大衛要去打哥利亞的時候 所有人都覺得說 這個量級差太多了 你這個小孩子 你這個小孩子 你要做什麼 他的哥哥嘲笑他 扫羅也不看好他 甚至他的敵人 哥利亞都嘲笑他說 你這個小孩子要來扛我 你是把我當小狗是不是 你這個裝扮 因為他拿那個武器是甩彈弓的 所以你是把我當小狗嗎 你知道 可是大衛怎麼跟大家講 大衛說我過去能夠保護我的羊群 我能夠擊殺這些來偷吃毀壞的野獸 那些的獅子 我過去能夠保護我的羊群 我現在也能夠代表葉華軍隊出征 Hallelujah Amen 所以哥利亞是大的 獅子是小的 以獅子相比 與哥利亞相比的話 那跟我們來的話 我們什麼都怕 那我過去能夠打獅子 我現在能夠打哥利亞 來我們大家講一遍 我過去能夠打獅子 我現在可以打哥利亞 我過去可以這樣 我現在可以這樣 我過去經歷成這個小小的恩典 我現在可以經歷中中的恩典 我現在可以經歷大大的恩典 Amen嗎 大家懂我意思嗎 這個見證就是你的產業 你把它記錄下來 神做了一次就能做兩次 神做了兩次就能做很多很多次 Amen 而第五個很重要的 見證可以激勵他人的信心 當我們在實際上 你在分享見證的時候 今天忠仙在分享見證的時候 我相信當我們當中有很多人 你可能也是獨生子獨生女 你跟他有一樣的遭遇 你跟他有一樣的經歷 你就會有回應 你的心思意念就被打開 你就可以相信說 神可以在我身上來工作 Amen 好不好跟你拍一張說 神可以在你身上來工作 所以那個見證就好像預言一樣 有一種催化能力 可以帶下你內心一種氛圍的改變 為神的超自然釋放創造空間 預備道路 讓神可以有那個工作 有道路可以走出來 我們後面講得更清楚 第六點 見證可以在別人身上複製見證 四篇七十八篇我們請來讀 預備請 所以呢 神要以色列人怎麼樣 要設立這個法度和律法 要把這個出埃及的故事 把這些經歷神的故事 要不斷的傳給子孫 要再傳給後代的子孫 然後他們也要起來告訴他們子孫 好 叫他們仰望神 不忘記神的作為 Amen 所以見證可以再帶出見證 見證可以複製見證 Amen 所以跟你們還說你的見證很重要 你的見證很重要 你不要吝嗇見證 今天我們中午就會一起吃飯 在小組裡面先講見證 小組裡面講完畢之後呢 我們再有一點時間給各組 小組長先稍微總結一下你們小組的見證 然後各組再請一個人 兩個人來分享見證 那就是要 大家不要吝嗇你的見證 好不好 再次跟你們還說你見證很重要 你知道每一次我就會聽到 我覺得佩儀師母是一個見證的勇士 她每一次總是會跟我分享 經歷神的見證 L1見證 跟我分享很多姐妹的見證 你知道每一次我聽到裡面 我心裡面就振奮 我就渴望說神啊 我們也要在我的團隊看到這樣的神蹟 Amen Amen 我沒有別的意思 我沒有別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真的 因為佩儀姐是一個有信心的女子 她們不斷地看見神的作為 她就跟我分享見證 跟我分享見證 我內心裡面就被激勵起來 所以她的見證就複製在我身上 就影響我 為我開一條路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每一次你聽到見證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內心就會有渴望 好像那個渴望就會讓你再往前 去渴望經歷到神的同在 好很重要的 我們來看第七點 所以我們越見證神 神就越與我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一個很重要的是 《啟示錄十九章十節》 他說 因為預言中的靈異 乃是為耶穌怎麼做見證 你知道那個見證的本身 最重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神的本性 我們見證的內容 第一個是神的本性 神是信實 神是慈愛 神是全能 神是公義的主 而第二個很重要的是 神的工作 Amen 所以在見證裡面 有神的本性跟神的工作 所以他說什麼 因為預言中的靈異 乃是為耶穌做見證 所以在預言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內容 就是為耶穌做見證 Amen 大家聽得懂嗎 所以其實當你在做見證的時候 就好像在預言一樣 當你分享神在你身上的見證 你說出來 就好像那個預言 對弟兄姊妹釋放出來一樣 Amen 每一次你去參加這些的特會 這些的講員 講到他們非洲的見證 講到他們新加坡的見證 印尼的見證 其實就再一次釋放 那個預言性的恩膏在我們身上說 我們渴望台灣也能夠 Amen 你知道 昨天的論壇報的新聞 講到最新的統計 我們的基督徒的人口 已經將近7%了 140多萬人 我們給神一個大大的掌聲 Hallelujah 詳細的我要再去看 但是的確我們看到 當然有的人會說這些怎麼樣 但我們盡量用正面來看 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 跟你們說你的見證很重要 你的見證很重要 你不要L1的見證 又藏在心裡面而已 你要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你要跟你的小組員分享 跟你的家人分享 跟職場分享 因為這個見證就是你的產業 Amen Hallelujah 而且你越講越多 越講越豐富 你過去殺小狗 好 不要殺小狗 你過去殺獅子 你現在可以殺蛤蜊 Hallelujah Amen 我們給神更大大的掌聲 Hallelujah Amen 所以 來 仔細聽很重要的 神機的方程式 不可能 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態 我們覺得工作不可能 我的家庭不可能 我的財務不可能 但是你聽到見證 對不對 好 我們把不可能圈起來好不好 把可能也圈起來 把再發生一次圈起來 好 請問 不可能到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不可能到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注入見證 那可能到再發生發生什麼事情 渴望 就是你 從不可能到可能 你聽到見證 你覺得 欸 齊昂可以我也可以 Hallelujah 在L1贏會的時候 我有把齊昂的收入收出來 我說齊昂的收入 我一收出來之後 全部的人都醒過來 齊昂真的不配 沒有沒有沒有 齊昂在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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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所以孟姆斯 我這邊我不講好不好 你還參加L1 我才講 我一講出來大家醒過來 你們台灣人是知道 一定要講錢 講錢比較有 所以 不是 其實不是講錢 是因為我認識齊昂 我看到他過去跟他現在 我們說 啊 神的恩典 你懂意思嗎 是神的恩典 他自己沒有辦法的 他自己遍不出來的 所以當不可能 你聽到齊昂見證說 我也要 可能 然後你再聽到 中間的見證 你就有渴望 然後你再聽到誰的見證 你就開始追求 而最後 持續 持續 持續的 就會實現 再發生一次 阿妹嗎 好 我們給神一個大大的掌聲 阿妹 阿妹 所以弟兄姐妹 小組裡面 你不要害怕講見證 你的見證很寶貴 哪怕是五秉二語 我以前青年聽最多 是什麼見證 等公車的見證 我一禱告公車就來了 好 現在都不用 現在APP就知道了 現在APP就知道 再幾分鐘就來了 OK 好 好 我聽到很多青年人 都這個見證 煩死了 欸 怎麼有這個聲音 好 好 所以呢 不可能 到可能 到再發生一次 所以當你做見證證 我們來唸一下好不好 下面那句話 預備 請 當你做見證 你將發現 在周遭眾人心中激發神的慈愛 留下神在你生命中 做工的屬靈產業 留在神大人的同在之中 在你所前往的各地 釋放神的同在 阿妹 好不好 跟你們說當你做見證的時候 所以當你做見證的時候 那如果你忽略了這個見證呢 我們來唸下面 對神的信心產生 懷疑 不想 傳福音 屬靈的自卑感 對救恩的感謝和讚美不足 所以弟兄姐妹 你如果沒有見證的話 你屬靈生命就內縮 你看不到神已經在你身上工作 我知道很多地方 我去觀摩 我上次去 我去了三間教會 我很愛去教會的 我只要有空我就去教會 真的我去哪邊玩 我就去找教會 我隨便我就進去 只要有靈良堂 我就趕進去 免費 百吃百合 沒有開玩笑 好 師母都覺得我很煩 到哪邊都好像什麼 要探訪 國度探訪這樣 好因為我就覺得很喜歡 我曾經去看到一些 也很榮美輝煌的教會 你知道 神一句話給我 神告訴我要 他要看到神給我的 Amen 我才能夠領受這些 Hallelujah 你知道很多時候我們不見證 我們就覺得 我自己沒有見證 不 你有見證 Hallelujah 你除非你要看見 你有的神給你的 你持守那個無名鱷魚 你把它記錄下來 你不斷的反覆思想 然後你把它宣告出來 你不斷的講出來 Hallelujah 你才是中心的管家 Amen 那些見證 也是神給你的恩賜 Amen 你不要小看 很多人說 我這個沒有什麼 我考上研究所沒有什麼 考上我做那個沒有什麼 我的那個錢沒有什麼 不聽我姐妹 你開始把它記錄下來 它就是你的產業 它就是能夠讓你鋼強自己的 那就是神給你的恩賜 你可以不斷的傳講 Hallelujah 那做見證最重要一點 我們看最後一段經文 約翰1書1章3節 我們請來讀 預備 請 所以呢 見證最重要的就是誠實跟政治 不用很誇張 你不用一定要很誇張 你就是把你所看見 所聽見的說出來 Amen 在L1營會 你所看見所聽見的說出來 在你認識耶穌 你所看見所聽見的說出來 在清晨這幾年 你所看見所聽見的說出來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都期待見證要很完整說 喔我真的勝過了 喔我真的怎麼樣了 其實不會 因為在過程的當中 神也顯出祂的屬性 Amen 在過程當中 神也顯出祂的工作 你不用很誇張 重點是一個感恩的心 重點就是一個感恩的心 你說出來 你不能夠不說 主啊我紀念祂的大恩 就要傳出來 就要說出來 我要稱頌祢 我要傳說祢的榮耀 我要談論祢的大能 說出來 這禮拜天 這上禮拜天有個很感人的畫面 我有拍起來 我們L1結束的時候 姐妹一群 一個人兩個人 原本是兩個人在聊天 三個人聊天 四個人聊天 六個人聊天 七個人聊天 八個人聊天 然後就一群人就在那邊分享 L1經歷神的見證 然後在那邊分享 就在那邊哭泣 在那邊 真的牧師看了很感動 這是真正的經歷神 這是真正的經歷神 不是聚會結束就結束了 而是你停留在那個地方 你感謝耶穌 曾經有一個 曾經一個很有名的副道家 他問一個牧師說 怎麼辦我從來沒有 我沒有辦法像我以前 剛信主那樣子的經歷神 好像我禱告 我經歷不到那個 以前的那樣的感動 好像我以前很多經歷神的同在 我很多的經驗 但現在我越來服事之後 我越來越少了怎麼辦 然後那個牧師講一句話 我就在旁邊 很激動 我心裡面很激動 他回過頭來對這個副道家 很認真地告訴他說 弟兄 如果我跟你一樣 在我生命當中 只要有五分鐘 曾經經歷過神 只要五分鐘 我曾經經歷神的真實而同在 就值得我一生無悔地來跟隨他 弟兄姊妹 有的時候恩典太多了 反而看不到恩典 享受不到恩典 求主讓我們 停住 安靜 不要老覺得不夠 不夠 我的見證不夠 老神不夠 還沒夠 還沒有沒有我一定 其實你有發現那是你的想法 那是你的目標 等到你達到你的目標 你還會怎樣 你還會不夠 父弟兄姊妹你停下來 安靜等候 去想想神曾經在你生命做的 你怎樣信主 你怎樣得到這個救恩 你怎樣經濟聖靈的充滿 你怎樣生命的更新 那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 你把它換算成世界的東西 我可以告訴你 在教會裡面平常一場聚會 你要在外面世界 你要花15萬 才能夠換來一場主日崇拜的感動 一場主日崇拜你真實生命的更新和改變 好不好我們一起站起來